麥斯知道我們今天要聊什麼嗎? 我知道啊 那個吧 那個 情合一 紙千禁 情合一 紙千禁 注意看 這個男人名叫四義 坐在他旁邊的叫台中李敏浩 他們兩個在上一集把兩個男人給受到骨折 這次又是哪一位要受到這兩位無情的攻擊 不出意外的話 馬上就出意外 我還是別說了 我怕我也骨折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還是在這個職業生涯有沒有發生跟信用相關的事情 你說我嗎? 對啊 所以有時候跑銀行的時候會三點半會有點卡 嗯? 信用信帶 信信帶的 來不及處理 你說的是這方面的嗎? 不是 是醫院方面的 病人之間的 醫院方面的我想想看 還好 因為 我個人 每個人的原則不一樣 我個人其實是一種 很佛系的開刀 就是說每個病人來 我把我剛才講的東西講清楚 是 我都已承擔了 反正你的狀況就是這樣 我要跟你講清楚 你要在我這邊手術 不在我這邊手術 你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把你的狀況交代好 所以 向來都是 我都OK啦 向來都是病人放鳥我比較多 哈哈哈哈哈 當初叫我接這個案子的時候 態度不是這樣吧 不是啊 我向來都這樣 你聽見了? 要不是地生下棄 怎麼騙你下水 哎 你這樣講 今天早上就有 哈哈哈哈哈 哎呦 我還蠻常被病人搞的 如果大家有來過我的門診 或者是我們這邊手術病人 大家都知道 我每次要開那個 韌帶重建啊 或者是肩膀的啊 這種 這種手術之前 我比較尿夢 我大概會約到特約門診 講 大概快四十分鐘 我會講你的洗劑 所以你手術 而且我每次講 最後一句話 你的重點就是 開完到 你要有三個月到半年 要在我們這邊復健 這是我永遠強調的重要 因為我一直說 運動的手術 我佔50分 老師佔50分 就 我已經感到一陣後 剩下復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差好自己開到病都知道 我管理是在高雄、台北、禁門 那麼快 你開完到你這三個月到半年 就是要在我們運動醫學中間 好好的做出現 可是 像我今天來找到病人就是 肩膀啦 開完刀之後 他就 當然啦 他是比較辛苦 因為家人生病 很的確是不能的 結果 你開完刀的兩個月沒來 肩膀就佔黏住了 卡住了 卡住球啦 對 卡住了 嘿 病人一句話都沒怪我 他只怪他自己 因為我開刀球 你跟他講過 我說你要出現啦 他不出現我怎麼幫他 對他只怪他自己 他說 啊 拍死他醫生 那個 那個時候我以為我可以 可是家人真的病嚴重 說啊 那你這樣 現在就掉了啦 那我們能做就盡量做 所以 我們一定會很老實 跟你說怎麼處理 但是你要怎麼配合 你不能配合 你要老實講 不然 到時候哭的是你自己 嗯 是 是 那你應該還蠻常發生的嗎 呃 我這邊是想要分享一下 抱一下王一時的小料啦 就是想 跟信用的關係 好 先擦汗一下 現在知道你為什麼放假啦 你怎麼知道 你心跳得好厲害啊 神經病你怎麼看得見 你下面也看得見啊 啊 不知道王醫師 記得就是前兩年不是疫情 很嚴重嗎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不是 剛開始我們 護理人員都是第一批 先做白老鼠 就是打疫苗 對 對 對 疫苗嘛 就是打下去 每個人的副重用不一樣 是 有的人很嚴重 有的人就是 欸好像還好啊 對 對對對 那就有一天 我接到 就是各管司的電話 他跟我說 欸 是 你不能幫我 送一個王醫師的東西 到801病床來 是 801病床 為什麼要送一個 王醫師的東西去那邊 難道是他跟那邊的 病人有什麼樣的 不然不然 我就跟他副理師 哈哈哈哈哈 結果我就 欸好吧 那我就 幫他把東西拿到801 我就敲門 然後就進去 對 然後我就看到 欸 躺在那邊不是病人 誰啊 是我 是你耶 我操你 你在被發抖 好美 你在車 喔 然後還照紫外燈 你知道嗎 然後想說 哇 原來我也是 有人生病了 唉唷 我來 就像有一次我去廁所 上廁所的時候 那病人看到我也是 欸 欸 醫生以為你也來上廁所 還看他罵我 我他媽不能上廁所 哈哈哈 欸 醫生以為生病 都不是很正常 哈哈哈 好好好 這個不是重點嗎 是 重點是 我東西拿給這個個管師之後 然後 我們個管就跟 王醫師說 欸 王醫師你這個藥等下吃下去之後 嗯 你今天就休息了 然後 這個小的刀 就不要開了 嗯 王醫師就跟他講一句 啊不用啦 這個我藥吃下去 等一下一個小時之後 我睡一下 我等一下就開了 我覺得這個王醫師真的是體現這個什麼叫做性的 喔 真的喔 我只知道我那時候真的 我們都不知道在幹嘛 那時候真的很不舒服 第一次打疫苗 啊我還在開刀 可能真的假的 我是不知道你後來有沒有開啊 只是你跟那個個管師講說 欸 讓你休息一下 因為你跟病人約好要開刀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要去開刀 我就覺得 哇 很佩服那個病人竟然很乾 這樣子 對 哈哈哈哈 我覺得那口感有點長在手啊 美 別人說會有點長在手啊 但是你沒有像我這麼離譜的啊 醫師你眼睛都看不見了啊 你在幫我開刀 真乾的 欸 這我真的不知道耶 所以你今天講才知道 我 我忘記這件事情了 就是就是 我就是想要稍微分享一下這個 王醫師對於信用這個部分 其實是很注重啊 連剩病人就還是堅持要開刀 這是一件非常 了不起的事情 嗯 真的真的 好 後來他病人有點緊張證明了 嗯 病人後來就 不在 哈哈哈哈 我是誰 冷靜一點 從一般的醫學走路來看 你兒子已經死了 呃 OK 那 幹嘛帶我走不下去 好 OK 那這次就是我們 這次有關於信用跟責任的這個主題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注意看 這兩位男人太狠了 今天的影片累積 一人肩膀沾黏 一人不幸先是 真是太可怕了 我都不敢再說了 我怕我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騙到你了